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画家董锡元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深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喜爱,既是凝聚桥新、弘扬文化的重要纽带,也是他们向驻在国展示祖籍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2019年,他把支持海外华侨华人担当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桥梁写进了自己的提案。 这几年呢,我在参加一些活动,还有在国外做了一些交流,感觉到我们应该加紧这个步伐, 对我们这个海外的侨胞尽快地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些书画艺术,或者是舞蹈, 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方面呢,一定要推介出去,让这个我们的华人呢,来这个承担起这个推广。 近年来,董西元一直在关注如何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创作过程中,他感受到传统书画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2018年,董西元应邀到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华侨华人聚居的国家进行创作。 他深刻体会到,当地的华侨华人是一支非常有潜力、有活力的文化传播力量。 比如说,我们出去写生,走到哪里,只要是坐下来,拿起毛笔,包括我去美国。 那这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文化,就是围观的人呢,是人山人海,一波一波的。 那到印尼去也是这种情况,那说明了,他们呢,对我们的这个艺术,他们是很喜欢,很感兴趣的。 因为他们平时所接触到的,都是所谓油化,就是等于西化。 看到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寺宝一摆出来,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传播的这个途径。 比如我们去,特别认真的到缅甸,我们当地的,当地的美术界的主席,副主席,带了一大班人来,就来跟我们做艺术的交流跟互动。 通过走访,交流,董新元体会到,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离不开分布在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参与和传播。 他认为,广大侨胞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和守住中华文化根基的强烈意识,将进一步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要通过我们这个华侨做一个纽带,通过这个平台,让华侨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能够传播得更广,更深入。